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让人觉得时间飞缩 很快就夜幕降临 兰湛惦记着某人要吃辣菜 叫了人送菜上门 满足了魏英的要求 魏英吃的满足 心情也舒爽了 不仅承包了洗碗的工作 还把灶台给擦干净了 这种活 以前的他可是半点都不会动的 他只会在别人干活时 泥泥歪歪的挂在人身上 像个烤拉式的撒娇 兰湛被人夸得神志不清 哪里还需要人干活呀 在家里 魏英只需要动动嘴巴就行 自然会有人心甘情愿为他安前马后 所以魏英是个小妖精 把蓝湛蛊惑得神魂颠倒 好好一个青年才俊 在魏英面前 活脱脱成了二愣子 魏英中午没休息 昨晚也因为要搬家心情紧张 一晚上没睡好 还没到九点就开始昏昏欲睡了 蓝湛从书房出来 就看到某人靠在沙发上 小脑袋滑下去 又挣扎着抬起来 然后又滑下去 蓝湛哑然失笑 都二十来岁的人 怎么一些让人看起来很尴尬的动作 在他身上呈现出来 蓝湛只觉得呆萌可爱 魏英醒醒 蓝湛轻轻拍了拍他肩膀 嗯 魏英迷迷糊糊睁开眼 赢了人 困了就去睡吧 哦 要先洗澡 此刻 魏英就像个乖巧的宝宝 问什么答什么 蓝湛怕人迷迷糊糊糊上楼摔倒了 便跟在后头上了楼 确定某人安全了 浴室里热水都没问题了 才又转身下楼 有几个重要的邮件的先回复 等蓝湛忙完一切 已经十一点 上楼会经过魏英房间 蓝湛在门外停留了片刻 里面静悄悄的 应该是睡了 拿了睡衣去洗澡 于是在靠近主卧这边 所以蓝湛来回都要经过魏英房门 蓝湛习惯每天不管多晚都要泡半个小时的澡 等到他泡完澡再经过主卧时 却听到里面仿佛有些细碎的哭声 蓝湛以为自己听错 便试着去拧了拧门吧 门没有锁 一拧就开了 不要跟他在一起 蓝湛你是我的 伴随着的是滴滴的烟雾声 就这窗帘缝隙透进来的月光 蓝湛看到床上的人儿 抱着枕头 睡得很不安稳 声音细细碎碎的 想抱怨 也想哀求 蓝湛不要走 不要喜欢他 你喜欢他 我就不喜欢你了 蓝湛 不许你抱他 你只能抱我 我要你抱抱我 卫英迷糊间还伸开了双手 蓝湛走近才发现 床上的人儿小脸上已经爬满了 不知是汗水还是泪水 紧促的眉头让人心疼 蓝湛颤抖着还戴着余温的手 掌握上人的小手 睡梦中的卫英抓住人的手就往怀里带 紧紧的贴在胸口 想揣着个宝贝 怕被人抢了半 蓝湛被人拉着手 只好顺势也躺了下去 蓝湛 要亲亲 你好久没亲我了 你是不是不喜欢我了 没有不喜欢 我很喜欢你 卫英 我只喜欢你一个人 不会喜欢别人的 即使知道人是在睡梦中 蓝湛还是很郑重 说出了自己的承诺 那你亲亲我 蓝湛望着人嘟起的小嘴 惊讶地发现一件事 睡着后的卫英 是记得有关她的一切的 包括 她出事前看到的那个视频 嘟起的小嘴久久得不到回应 卫英又开始低气起来 你骗人 你不喜欢我 你喜欢别人 我都看到你亲她了 不喜欢别人 对不起 卫英 是我错了 蓝湛心疼地吻上那呢喃的小嘴 任凭身下的人四肢 并懵地紧紧把自己锁在怀里 赤哀缠亲吻的同时 蓝湛放了点信息诉出来 安抚那个心虚不安的人儿 叶剑深 亲吻一直持续着 直到卫英的小手凭着记忆 深向熟悉的热源处 蓝湛才惊醒 卫英 爷 蓝湛紧急抓住人的小手 小家伙 那里现在可是定时炸弹 一碰就着 我怕你明天醒来 连渣都不剩了 摸一摸 小气 要不你摸我的 我不小气 卫英反手握住蓝湛的手 把他拉到自己的热源处 这 蓝湛欲哭无泪 似乎看到历史又要重演了 摸一摸 小气 要不你摸我的 我不小气 卫英反手握住蓝湛的手 把他拉到自己的热源处 这 蓝湛欲哭无泪 似乎看到历史又要重演了 那里很热很烫 跟自己的比起来不相上下 蓝湛光是手被碰到 心就燃烧了起来 摸摸 二哥哥 得不到自己想要的 某人开始撒起焦来了 小脸红红的 声音软乎乎 蓝湛不知道自己上辈子 是做了什么大逆不道的事 这辈子 上天才安排了这妖精来折磨自己 关键是这小妖精 自己又喜欢得紧 不舍得骂 不舍得打 甚至还想把人家当祖宗一样攻起来 蓝湛任命的张开手掌 帮人疏解起来 兴许是速度太慢了 某人十分不满意 干脆自己凑过去 小屁屁动了起来 小嘴还哼哼唧唧的叫个不停 蓝湛突然感慨 自从遇上这个小魔头之后 自己过的都是什么非人的生活 结束的时候 某人也睡死了过去 这下总算睡安稳了 蓝湛怕人醒来 又放了点信息诉出来 才偷偷默默爬起来 找了时髦精清理犯罪现场 然后去洗了个透新凉的灭活灶 第二天清晨 某人神清气爽地爬起来 轰着小哥 到楼下厨房看见蓝湛时 还很热情的打了声招呼 然后惊讶的发现 哎蓝湛 你昨晚没睡好吗 魏英看到蓝湛眼尖下方一片金子的蓝湛皮肤本来就白 一点点黑眼圈就反衬得很明显了 蓝湛忧愿地望了某人一眼 不吭声 怎么回事 一大早就不理人 孩子都还没生呢 就开始白脸色了 哼 你不理我 我也不理你 魏英扭头一甩 走人 进了书房 过了一会儿 房门被敲了敲 魏英 吃早餐 我不饿 不吃 魏英赌气回了句 回完话后 门外 安静了一会 魏英以为人走了 心里就更气了 也不会多叫几下 哼 结果 才刚哼完 门就被推开了 为什么不吃早餐 声音低沉温柔 魏英怀疑他刚刚的冷漠是不是幻觉 不饿就不吃 刚刚是谁说叫多几下的 可现在是越叫越矫情了 魏英在心里鄙视自己 这是失宠而骄 等到饿的时候 魏都受伤了 喂 去吃一点 我给你做了你爱吃的灌汤包 蓝湛一点都没有因为他的语气而生气 反而很有耐心的劝人 灌汤包 魏英光想着那汤汁 口水就要流了出来 算了吧 是可而止 矫情过度 那是对自己的惩罚 何必跟自己的胃过不去呢 就算生气 也要填饱肚子先 否则 其从何而来 这么想着 那就吃点呗 毕竟做了不吃也浪费 你说是吧 魏英嘴硬地哼了两句 不情不愿地站起来 仙人一步往餐厅走去 蓝湛跟在人身后 看着他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 摇头轻叹 就是孩子心性 饭桌上 某人吃得相当欢快 一个接着一个 都不带嚼的 仿佛刚才那个说不饿的人不是他似的 慢点吃 蓝湛怕某人咽到了 不停地提醒他 把豆浆放到冰水里 给他放凉了在地给人 玩 ampl homes 到混红了